如果我问你们金钱是什么 你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 是多多益善空气和水 真的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 实现自由的一种工具 多少钱是意味着自由的 我觉得十万块钱 保证一年的一个基础的开销 在北京定义经济自由的概念是 大概是三个亿 没几个人可以自由 算给你能放多大的房子 为什么需要这么多钱呢 干什么呢 或者说你觉得金钱会压垮自由 我跟你说 我真有个例子 因为我之前有个朋友 他从英国买了一只戒指 很贵 二十万吧 然后寄到了香港 让我帮他去拿 我当时从那个海关帮他拿那个 然后拿回办公室路上 我就一路就很小惊 可能就走路就十分钟 但我就走着卷卷惊惊 真的是 过去几年普遍认为钱是 越来越多了还越来越少呢 我觉得我很勤劳 但我还很贫穷 我们可能很多人超过六百块钱 就开始分期了 太难了 太难了 分钱那种焦灼也好 渴望也好 是年轻一代人普遍的一种状态吗 对我感觉就是一个视角 就是中国人如何转入金钱的世界 钱在我们身上这么支配性的角色 而且是一个膨胀式的支配 每个人都觉得跟你有关系 但是又说不清楚 对 就这种感觉 我就这么想理解这种东西 我可以从这儿看 哎呀不好意思 没事没事您忙 他本来是一个学计算机的人 然后慢慢去金融学 金融学又回到去历史的研究 人类学的研究 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家 或者一个学者 你现在你的那些节目做的怎么样了 是 还臭了吧 哈哈 觉得就是我妈害了我 很小时候那时候 买菜的钱 我妈你说这钱你脏你比较碰的 以前是觉得钱是不太干净的一件事情 所以谈钱对我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文化人不愿意谈钱 但实际上的话 因为真实的人要吃饭的 从金融的角度来理解很多的中国历史时期的发生的事 可以带来更真实的发现 我觉得他身上折射的时代变迁很重要 陈老师他们这代人的经济力量 是一个他们获得解放的很重要的一个人权 但到我们这代人 第一年仍然是对着个人有解放 但同时经济力量本身有它的压迫的作用 然后在下一代 一个现在的年轻人在里面 一个衰退世界的感觉 对 因为之前是都在一个扩张的时代 这个过程 我觉得如果在一个衰退的时代 你是怎么面对这个世界 大概一个月以前 是美国股市最低股的时候 哇 我的财富缩水了那么多 这个算你比如说这么多年遇到的最大的一场危机吗 你感觉到 是的 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新冠病毒 在给我们带来损失的这个同时呢 也能够给我们一个机会 去多挖掘自己 我到底是谁 我在乎的是什么 那也许啊 从长远来说 反而是对人类社会是更健康的事 您的菜 您的菜 在这里 如果您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地方 您第一次会 您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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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练也可以很天真 老练也讨论了 比如说像您这么多年 你的世界是越来越大 主旋律是越来越扩张 越来多可能性的 然后比如说他们这些90年代的年轻人 他们可能会第一次看到人生中 比如经济的增长是没那么快的 甚至是生物水平没有这么继续提高 甚至一切都看起来 好像苏更封闭了 更难以把握了 难以控制了 那你怎么看他们呢 他们应该怎么想呢 这个胡适就讲到了 别人都跟你讲 为了国家 为了集体 你要忘记自己 你要忘我 我要跟你说 你先要为自己 你甚至有的时候像义布森那样子 把整个世界所有其他的人都忘记了 这个世界就只有你一个人 怎么怎么理解这个东西 那个书本华讲 人生的很多的苦恼 是因为我们人呢 有了意识 有了思考的能力 有了记忆能力 就让我们对未来形成很多的预期 但形成预期 首先我要更真切的这个理解 人类历史大趋势 到底是什么 在17年12月 有18位这个考古学者 在那个Nature 这个自然杂志上面发表的一篇论文 这18位考古学者呢 就想回答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人类放弃原始生活方式 一篮这一万两千年左右的时间里面 人类的收入差距 财富差距越来越扁平了 越来越缩小了 还是越来越扩大了 当然很遗憾的就是 这18位考古学者的 这个考古证据的研究发现了 每次技术进步 都导致了这个财富差距的恶化 新技术发明出现了 有的人根本就不会去学这些新技术 而另外一些人呢 即使学了也不能够 把这个新技术带来的潜力挖掘出来 就越往前走 就越使得人类100个人里面 能够创造最多的财富的人 越来越是一个很小 比例的人 当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更悲观的 就是过去历史上有没什么办法 人类的财富差距 这个是可以下滑的下降的 也有了大规模的群体暴力 战争 战争 1914年之前 发达国家的财富差距 收入差距达到人类社会的顶峰 是因为工业革命和第一轮的全球化 然后一战发生了 但是问题还没有解决 到1929年的金融危机 把民怨和人们的方方面的不满给释放出来了以后 同时又把民粹主义 反移民 反外国人 排外的那些情绪都也调动出来了 就为1937年的二战发动 又奠定了基础 然后1980年 又新一轮的基础革命 再加上新一轮的全球化 也是在1980年左右开始的 80年到08年 那个财富差距不断的积累 收入差距不断的积累 然后08年09年金融危机 09年之后的 那个民粹主义政治 在各个国家都抬头 迫使这些政客 都去选择贸易保护主义 发动贸易战 排外反移民 这是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跟30年代 上半期的美国和欧洲的经历 也是一样的 至于说这一次是不是会重复 上一次的那个第四个阶段 就是战争啊 当然我个人觉得 可能概率比较高的这个战争 更多的是冷战 在一些看不见的 没有硝烟的领域来进行竞争 对抗 脚量 那我们这些普通人怎么办 普通人 除非你是从娘肚子出生 就带来了很高的天赋 你差不多唯一的出路啊 就是多读书 嗯 你是什么时候到今天上午 我昨天晚上到了 昨晚太拥挤了 对太拥挤了 没有空间 而且我不喜欢人看起来都很有效率的样子 我不喜欢 太不放松了 最近一段呢 对说我准备要写的另外一本书 就是从那个金融的角度来 尤其对于中国的近代史啊 嗯 重新做一个梳理 那您用金融的视角来重新看中国历史 历史怎么变得不一样了 是这历史的什么特性开始出现出来 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 中华民国新成立不到三个月 孙中山把那个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让给了袁世凯 我个人觉得因为孙中山没办法融到资金 中华民国这个这个成立了啊 军想拿不到手 所以当时的话 每天有这个十几二十万的那个民军啊 在南京整天在临时政府门口去抗议 要要钱和袁世凯有这个信用 他跟那个日本和汇丰银行 那些外国银行那个关系很好 提供了非常重要的那个资金的支持 对我看您反复的讲这个观点 就是近代国家那些凡是借贷的国家 他们都获得了一种现代发展 那些国库里很多存着经营的人 这些国家反而都垮掉了吗 对是的 是的就实际上是提前把未来的收入 搬到今天来花先让自己发展起来 让自己那个变得更加强大起来 所以这是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 但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思维上的这种 思维方式和思维障碍 我们现在也没有完全突破 还是在这种过程中好像 照样还是有很多人不能够理解这个金融的逻辑 有一些人是看到的就是金融的坏处 因为有可能金融借贷 会让一个国家破产 让一个年轻人因为月供被压垮等等 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 因夜费时的这种具体的表现 因为对于一般的人来说 年轻的时候是一辈子中最没钱的时候 但是呢又恰恰是最需要花钱的时候 所以这种矛盾呢 靠什么来解决 就一个比较理想的情况 那肯定还是要通过金融产品 把不同时期不同年一段的收入 进行重新的配置 我以前在很多场合 包括一些书里面也谈到过 不管是资本市场 还是一般的金融市场 从他们一开始出现 首先是为了自由社会里边的自由人 提供一些工具 金融工具就恰恰是让我们每一个人 提前安排好未来 方方面面可以想到的 这些各种不同的风险 那你不管在未来发生什么 这个灾荒或者不幸事件的时候 保持你个人的自由 保护你个人的权利 同时呢 最大化维护你自己的尊业 不至于这个第三下次的求助于别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金融市场是很重要 实际上是个人自由与个人选择的问题 那当然是这样的问题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香港 包括本地香港人 他觉得这个城市是被巨大的金钱 做统治的城市 就是说金融既可能是通往个人自由的方式 也可能是一种新的掠夺的手段 就是都这两种是并存的嘛 就是你对您来说 这种实现个人自由 这个经济自由 到底展起到一个多大的作用呢 在做这种讨论 思考和判断的时候 我们必须的要承认一个一个事实 一个现实 就是现代经济离开金融是不行的 就现代经济 跟那个原始社会的经济 这个最大的差别之一呢 就是 这不许拍什么 不许拍吗 这是公共 怎么说 要生气 生气 嗯 那好吧 我们走呗 然而不好意思啊 啊 怎么会 挺好的 就是金融的发展突然被打断了 哈哈哈哈 等一下 时候你什么要回去 大概时间什么时候 我看你们就大概有四点一起 还是这么漂亮 我都很厉害 真是很漂亮 不真实的漂亮 第一次来颐和园 应该是85年 嗯 那个时候我在国防科大研究生 嗯 国防科工委的跟那个航天部 嗯 有一个机会 要组织一个中国的代表团 嗯 去瑞典 嗯 参加那个 一个 世界航空航天大会 嗯 然后我们 校理引导呢 他们知道 有陈志武这样的一个研究生 英语好 英语还不错 啊 在那年十月呢 就第一次 到这个 先到北京 嗯 那是我第一次走出中国 只要也是第一次 到北京来 就顺便 在这里 那等于第一次出国 对 嗯 您不介意吧 不是我坐着无所谓 对 嗯 啊 那个时候我年龄还不是很大啊 嗯 二十三岁 嗯 第一站呢是在那个苏黎市 我们当时坐在那个一个小巴上面 嗯 然后呢那个车啊就是 每隔一会过一会他就停一下 嗯 每过一会又停一下我当时就觉得奇怪 嗯 周边也没有人也没有别的车 嗯 他为什么这个过一会又停一下过一会停一下 因为我们在中国到那个时候为止 还没有那个习惯 就是红灯和绿灯的那个区别 你知道吗 哈哈哈 我就觉得 哇这个是效率多低啊是吗 哈哈哈 没有人也没有车 为什么还要停停下来 嗯 所以这个事是让我后来一直很多年 嗯 都没有忘记的 每一个人都是那么遵守这些规则 然后让我当时这样的第一次走出中国的人来说 就觉得很不自在 这个规则问题就开始就等于埋在您心里开始想那些问题嘛 什么时候你开始想明白了啊 原来是这样的规则反而是有效率的 这个是很多年吧 嗯 因为坦率讲就像我现在我还在在具体的想怎么更通俗的 解释这个东西 解释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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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的历史演变 嗯 因为原来这个这个社会实际上任何意义上的次序都是没有 嗯 因为本身的话就世界的人口啊 有几万年的时间里面 嗯 大概只有几百万个人啊 嗯 所以这个这个地球这么大啊 所以这几百万个人随便散布在哪里都是啊 用不着这个分把各个东西分成为你的我的 他的资产是不是私有的还是公有的 嗯 那个时候没这个概念了 从原始社会开始进入了定居龙根了以后 走出这个龙根社会啊 慢慢转变到这个工业社会的过程中间 嗯 初要建立啊 各种次序的挑战是很大的 包团的 包团的下来 我们可以坐这船是吧 挺好 对 所以还是很好奇 就是说您对这种大的逻辑感兴趣 您之前是研究金融 包括树立模型这些东西 然后转身到这么大的一个话题上 会担心自己失焦吗 或者过分的宽泛这种 我我关注的是让人去努力 早晨一醒来就想爬起来 嗯 然后呢就是跑几十公里走几十公里 肩上扛的那么重的重量也愿意去走 最后背后的驱动力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经济学这个最有优势的地方 因为我们抓住了人的行为的这个牛鼻子 您是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一点的 这是人人的行为的核心 当然我现在可能有一点偏见 就是说原来我们可能会觉得 人类的每一项创新 每一项发明 包括文化方面的发明 都是为了提高生产力啊 嗯 这个判断是很大的偏差 嗯 因为道理蛮简单 人类在工业革命之前 不管是欧洲还是中国 人均一年的这个人均收入 基本上几千年没有变化 就是按照生产力 是唯一的判断 进步的这个标准来看的话 那人类在工业革命是停止的 几千年都是停止的 所做的任何努力都是浪费时间的 但是实际上原来不止是这样 人类在这个工业革命之前 实际上做的绝大多数的努力的 都是围绕着一个方面 就围绕着提升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 让我们呢在有限的资源 有限的那个产出的那个背景之下呀 大家活下去的能力啊 可以更高 让我们每天可以活得更安心呢 这是人类啊这个文明化的进程中间 最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就是怎么样 提升我们应对风险的能力 在几百年里面 西方社会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这个创新 风险保障的这种功能呢 也越来越多的 有这个金融产品来取代了 因为这样一个进程 就在中国历史上也没怎么没出现过吧 应该中国历来没有发展出来 类似于今天的保险行业 现代银行业更不用说证券行业 退休基金行业 顺个来说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靠这个 这个孔家店我们讲的养子房老啊 多子多福 要通过生小孩啊 生很多个儿子 一个大的家庭 大的家族 宗族就是一个内部金融市场 有了钱啊 我们一起要分摊啊 共享 如果说有这个苦难的话 也要共担 逢年过节 还有其他的时候 有什么小孩上学 要把你管理 红白喜事啊 儒家文化 支持建立的这个大的家族 宗族就可以给我们提供 足够好的安身立命的这个保障了 什么时候有需要的时候都可以靠族人 提供那个帮助啊 就使得中国社会的应对风险的能力啊 大大的提升 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看 就这因为那个孔家店 给我们中国人啊 一直是提供那个安身立命的保障 就让我们就不愿意去 对于这个儒家文化进行反思和挑战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让那个儒家文化 对我们面对的没有个人啊 没有权利的这个体系啊 也不得不接收下来 就像我们过去这些年 经历过的 原来的话做计划计划经济时期 我们从出生到摇篮 很多的人呢可以靠这个国家 后来的话要搞市场经济的时候 我们都每一个人都裸了 嗯 又让我们中国人又留念 留念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 因为那个时候是让你感觉到一个大家族的温暖 所谓这个捆绑在一起以后呢 到最后的话 没这个外部冲击力发生的时候 这个死局啊是走不出很难走出来 那您觉得经过这个二十世纪的动荡 对这些传统的打破 然后包括这过去四十年的发展 我们是走出来是可以走出来的吗 还是说并没有 我觉得是蛮难的 好漂亮 对 您站在香港说又特别有意思 就是孙正山开始革命的地方 又是中国近代金融开始的地方 对 孙正山是香港大学的 是啊 港大最早学生 对 这还有 嗯 您请 这两年在这真的是工作了 然后置身于这个香港 这么一个金融跟历史结合的 盧比斯紧密的一个城市 您觉得这个地方的理解 跟之前发生了一些变化吗 很难忘记自己的职业的习惯 嗯 因为特别是又去了澳门以后 做一个对比 你会发现那个 一个是英国的前殖民地 嗯 另一个是那个原来这个葡萄牙的这个殖民地 这两个地方显然差别很大 嗯 让我们去看到 就为什么人类社会 嗯 不只是地理条件决定那个我们的生活 啊 更重要的是那个制度 那个制度文化啊 是什么 包括这种不同的制度也好 或者背后的这个地理文化性也好 就是您觉得这种不同的系统 对金钱的这种不同的特性的这种改造 到底怎么样 当然这方面的经济史啊 量化历史研究很多 就是对比这个天主教国家 天主教社会跟那个新教社会那个差别 然后重点去啊 就是挖掘出来 为什么呃 今天世界的这个上的最发达的那些社会 呃 以这个这个新教社会为主 嗯 嗯 当然那个里面解释很多 其中一个解释的话 嗯 是跟这个借贷有直接的关系 我觉得还是很非常有说服力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考古证据明显的告诉我们 呃 这个早在这个公元前啊 三千年的时候 呃 在今天的那个那个中东啊 伊拉克叙利亚 呃到埃及那一个所谓的新月沃土的那一带 嗯 当初那个头片呢 嗯 记录下来的那些内容 都是一些借贷 谁欠谁多少 对那个钱的啊 这样的一些记录 那就说明五千年以前 人与人之间的跨期借贷 嗯 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啊 嗯 那为什么 从五千年以前 一直到那个公元十六十七世纪 那个金融的发展就基本上停顿了 四千五百年左右 啊 当然这个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的这个原因呢 就是 从公元前八百年左右 呃 当时的以色列人的 呃 写下的这个不同的 关于人世间的关系啊 应该怎么样相处 尤其是旧约全书里面的生命记呢 呃 有有几段呢 就谈到了就关于借贷的问题 嗯 就如果你把钱借给朋友 啊 那么你不可以收利息 嗯 但是呢 如果你把钱借给 给strangels借给陌生人 那么你是可以收利息的 嗯 但是呢 后来基督教 这个解释呢就是 讲到的这个 这个strangels 陌生人指的是 敌人 嗯 也就是说 除非你是给敌人借钱 嗯 可以收利息的 给所有其他的人 嗯 做放贷 做金融交易 用钱赚钱的话 这是绝对是禁止的 嗯 人类社会发明了货币 货币 它只是一个没有自身能力的 自己没有生命利益的 嗯 一种支付工具 然后用钱拿去 再去生钱赚钱的话 嗯 这等于让没有生育能力的男人去怀孕 像小孩一样的不自然 是吧 所以如果我们用钱赚钱的话 那就违背了上帝的这个自然次序的这种安排 所以呢 所有的利息 都必须的禁止 嗯 一直到这个十六世纪中期 家务文对于这个生命记忆的这一段话 重新做解释之前 在天主教社会里面是不可以 做有戏方案 因为天主教是这个强调这个禁欲 强调这个自己 抑制自己 跟儒家很类似 强调你要控制你的欲望 排斥人力资本的这个投资和积累 然后呢更不能够容忍这个个人权利的伸张 和有太多的这个个人自由的那种追求 但是呢十六世纪的这个新教改革 是一个根本的转特点 马丁路德就呼吁大家 不要让罗马教庭 罗马教皇告诉你 上帝是说什么 这个圣经是怎么理解的等等 你自己去读圣经 自己去跟上帝进行对话 然后自己去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 核心的就是对于个人解放 个人的权利啊 这个自我决策的空间 自己的掌握自己的身命运的空间 然后这些差别呢 最后反映在离我们中国比较近的地方 一个是香港 一个是澳门 当我们去澳门和香港旅游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这个背后的历史的故事 对您说这点是西方的转变 所以您觉得中国是没有发生 中国实际上还没有发生过 所以为什么我这些年 有的文章里面会谈到这方面的 到目前为止 关于商业的证明 金融用钱赚钱的证明 到目前为止 严格说还没有进行过 没有做这种观念上的改革